大家也就从他的发言当中去看 他是不是真的有再明显一点的表态 是不是真的要职工2024了 侯友宜在4月4号儿童节这一天 他就特别谈到了 大家就从他的脸书的文章当中去看 侯友宜到底他的态度是如何 他特别在这一段文字当中讲到 尤其此时此刻 我们的国家内外部都面临严峻挑战 台湾这块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 让台湾共好就是我所肩负的责任 为台湾打拼毫无悬念 好 这是不是话中有其他的玄机呢 那你可以看到侯友宜呢 其实从最早1980年代那时候呢 从市行大的分队长 一路的做到像是警政署长 警大校长 包括新北市的副市长 最后做到新北市的市长 2024有没有可能搅除总统大位 我先看一下4位来宾 你们的答案 在现在的杯律 的阵营当中 你们认为正负的一个搭档 觉得最有机会的 我们来看一下 好 严老师是侯郭 或者是侯问号 或者是郭侯 来 老师先讲 因为如果说是这个侯友宜出现 我相信大概一定会找一个 我们前一阵子也听过嘛 包括这个李贵敏啊什么 不同的候选人 但绝对不会是一定会加分 不会是一个负数 所以这个可能性很高 但是如果说是这个郭台铭出现 我觉得他可能看到侯友宜的这些基础 他必须要搭一个侯友宜 他才至少就是说对他来讲 就是对内对外比较合适一些 就外界现在的观察 包括了前民党立委沈富雄 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 他在4月4号同一天 他也就特别 他还是认为侯友宜在2024 他是会赢的 而且他特别提到说 如果侯友宜一路下去 都没有翻身的机会的话 那应该要负责的是 国民党的党中央 赵大使你怎么看 因为现在大家也在想是说 侯友宜因为刚刚你也提到了 他其实在两岸的论述上面 在外交的论述上面 目前还没有一个让大家可以比较清晰 或者是了解他的主要论调 可是现在问题是在于国民党中央 那沈富雄前立委他也提到说 这个最后如果侯友宜还是没有办法赢的话 问题是出在党中央 党中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决策 如此缓慢的地步 我想这个国民党决策缓慢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这几年都一路走来 所以我也不便批评国民党太多 我想这个国民党决策策缓慢 这一次这不是第一次 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 但是很多人说也不是最后一次 这跟国民党他的决策的 跟朱立伦主席 他的决策的个人的主观 他的那个看法是有点关系 当然主观方面 朱立伦是一个是学会计的 自动精算精打细算 可是你算得越多了反而会失算 想太久 想太久 然后这时间点都 而且还配合现在客观情势 也是让他出他所意料之外 他越想越复杂 这问题就越很难去 很当机立断的做个明快的处理 这是他的国民党一个DNA 有人这样讲了 但今天我要不要来秀这个 你刚刚答案是郭柯 对 那个我想这个我像今天你看在这个时间点 郭董营宣布这个很决定性的这个答案的时刻来 你再问那个侯市长 他的看法还是非常不拖他过去的那种厚厚做事的那种论调那种思维 还是很安全的一个答案 所以这样我周围我遇到一些 问到一些朋友 他们原来是蛮看好这个侯市长的 可是最近对侯市长有点失望的感觉 那么而且这个我也遇到一些所谓 你现在这个题目的前提是非律联盟嘛 对 非律联盟 但是他会愿意当副手吗 这个事情就很难很难去 我想这种事情到目前 谁不愿意说在竞选的这个策略来讲 谁不愿意说我愿意做副手 对不对 但是这选择走下去 当然你现在是未来的胜选的可能性嘛 胜选的搭配嘛 我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以胜选为最大的阅数 以胜选的话任何人都有可能嘛 我继续请教肖伟雄 所以因为柯文哲今天 就是说他这几天有提醒 他说如果侯友宜要参选2024总统的话 他特别提醒说代职参选会很伤 而且还要保证没台风没地震 不然的话他担心市议会会拉布条 要侯友宜回去上班 但是侯友宜如果辞去市长的话 投入选战就还有一线生机 他特别说这就是破釜沉舟 在2020年当时柯文哲 其实在我们当然讨论说 有郭柯配 柯柯配最后也没有成 现在他会怎么看 就是说这样一个组合 你的组合是侯郭配 当然我这个侯的部分 其实那个锅的部分 结果有个淡数 也就是说因为锅不太是一个可能 我们刚刚讲前面我就讲到了 他不是一个会愿意来当副手的人吗 我这样写不是自打嘴巴吗 除非就是说你今天要锅 跟侯配的时候 而且要同意证据 就是说赋予他更多的功能 也就是说例如可能未来说他要来担任 副总统兼行政院院长 或者是某种程度来说 就是今天我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今天侯真的要找锅 能够形成一个大联盟的话 就某种程度来说 你甚至于就是说 或许可能副手不是锅 但是未来行政院可能要交给锅来处理 这样的情况下 让锅能够在这整个局中 能够实质这样的参与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会愿意把他资源投注下来 因为不过当然 我觉得郭自己也要很清楚一件事 因为他毕竟就是说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但是也不可否认 因为毕竟在现在 北京跟华府这样一个 某种程度来说 算是一个高度竞争的这样的态势 那郭董在大陆的生意很大 虽然说他现在已经说是 他已经通通退休了 然后而且鸿海也有新的CEO了 但是大家都不会认为说 今天你这个鸿海跟郭董 一点关联都没有 绝对不会嘛 对不对 这是郭的问题 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郭其实真的要成为国民党 或者说泛兰联盟 就是非绿联盟的一个总统候选人 这个部分我觉得 他上来难度是一定有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彼岸 这个太平洋的彼岸 一定会有很多意见 但是如果他来担任行政工作 或者也就不担任这种 就是说把国防跟外交的大权 然后由美国信的过的人来出任 然后他来担任这样一个 整个行政内阁这样一个工作 我相信华府应该还是可以接受 而且我觉得一般民众 在看他能够把企业经营这么成功 我相信 以及做事那么有魄力 我相信民众对他期待是很高的 今天郭台铭表态 而且他也特别强调说 他尊重国民党的游戏规则 最后结果他也是会尊重 如果真的不是他 民调是侯友宜比较高的话 他也会全力来支持侯友宜 所以现在就看 这个球丢到了国民党中央了 就看党中央怎么接球了 王嘉老师 我看这个现在不管是侯友宜 或是这个郭台铭会出现 其实关键在两个地方 一个当然是党主席朱立伦 因为朱立伦他看用什么方式 如果说是用所谓的征召 那就是或者是初选 如果征召当然 这个郭台铭就有机会 那如果说用初选可能 因为他现在生物问题 可能就可能 这个可能性就不大 但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什么 民调 因为这个民调不管是你 不管你是征召出选还是会以民调来看 所以今天郭台铭特别讲说 希望打电话的时候能够支持他 那我想说其实这个天下之势 这个和久不分之有必和 你看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之前这个在2004年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 那时候宋楚瑜也愿意跟连战搭配 其实那时候宋楚瑜他认为说 自得益满也愿意跟他搭配 此外我们知道这个刚在去年 刚选完这个菲律宾的总统 跟副总统 其实那时候这个小 这个马可士跟那个沙拉 杜特地 他们也是讲说 你这一届你先当总统 然后下一届我再来支持你 这都有可能的一个变化 那因此我想呢 我还是特别想到说是一个喉沟 喉沟一个配合 那最后我觉得他们之间还要协调 而且他们彼此之间都有互补 这我们也乐观其成 了解 这个现在大家 难怪这个外界最近在这两天 也在讲说 有没有可能重演当年这个连颂配的 当时这样一个情况 不过等一下回来 欢迎全世界呢 我们要来关注是另外一场 这个非常重要的会面 也就是蔡英文总统和麦卡锡的菜卖会 马上回来 走进疫情与战争的双重挑战 走进美中台三方的政经国益 走进地缘政治中的战略棋局 欢迎全世界2023再升级 每周二到周六晚间九点 带您走进全世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